大家只知道汪小飞前不久去台湾见了孩子 却不知道她从台湾回来就秘秘去了香港 据香港媒体爆料 汪小飞在中环德府道中一间高级餐厅 和拿督千金庄思敏秘秘约会 晚上七点半左右 汪小飞身穿深色西装和长裤 与一男一女两位友人先到了餐厅 庄思敏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赶到 只见她身穿黑色长裙 梳起发迹 看起来端庄大方 显然为了这次约会有精心打扮 两人有说有笑 汪小飞状态非常好 似乎不受大S控诉她的官司影响 他们从七点半用餐到十点半 又是美味佳肴 又是开红酒畅饮 气氛高涨 汪小飞和张盈盈此前在微博纷纷和和 他们的感情扑朔迷离 如今看来应该是彻底分了 用餐结束后 汪小飞和友人先走一步 庄思敏原地接完电话后赶上去和他们会合 路上汪小飞和庄思敏交谈甚欢 逐渐和友人拉开距离 两人越走越近 肩并肩似乎有一批开友人过二人世界 而他们前往的方向是四季酒店 想必是刚才的用餐不够尽兴 打算到酒店再继续happy 绯闻恋情被曝光后 记者联系到了庄思敏 想确认他们是否正在交往 庄思敏说他是去付朋友的约 只是没料到汪小飞也在场 他是先并不知道 不过他对汪小飞赞不绝口 夸他是做时事的人 而他们这次见面只是交谈直播经验 去年11月 庄思敏官宣与杨炳月离婚 而汪小飞也是去年离婚 同是天涯沦落人 惺惺相惜也未尝不可 庄思敏还强调 汪小飞有明确自己现在是单身状态 只不过太细节的事情饭桌上也不好过问 两人已经交换了电话号码 说是为了工作联系 但就从庄思敏对汪小飞的好印象来看 未来若能发展成情侣 未尝不是一段佳话 汪小飞是什么样的人 大众多少有些了解 但庄思敏或许很多人还不认识 庄思敏 1980年5月1日出生于马来西亚 毕业于珠海学院 是中国香港女演员 模特 赛车手 她是大马拿都的女儿 父亲是马来西亚专营珠宝的富商 还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前身明辉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她与两个妹妹庄思敏 庄思华都在香港娱乐圈发展 在香港 他们住豪宅 开豪车 生活优越 庄思敏18岁模特出道 20岁正式进入演艺圈 参演过很多作品 4月10日刚开播的法言人中 就有她的身影 演戏基本都是绿叶配角 不过也无妨 对她来说拍戏就是兴趣 家境雄厚的她 比起拍戏她更喜欢投资 34岁的庄思敏 从演员晋升为老板 与朋友合开经纪公司 正是化身公司投资合作人 庄思敏虽然出身富裕 但在事业上从来不依靠家里 一直自力更生 她身材高挑 十分火辣 性格却像男孩子 做事雷厉风行 奔放豪爽 她曾大访公开自己整容 丰胸 就连结婚她都非常简约 完全按自己的随性来 2019年 39岁的庄思敏 恋爱不到一年 就提交了 与在台湾从事珍珠奶茶 CEO男友杨炳毅的 结婚申请书 没有拍婚纱照 没有隆重的婚礼 简化结婚流程 仅仅只是在自家豪宅 举办了简单的签字仪式 有一点她和大S很像 结婚后她明确表态 不会随丈夫到台湾发展 也不做什么少奶奶 她是个工作狂 她会继续留在香港工作 至于生子 她顺其自然 夫妻俩都是事业强人 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和汪小飞一样 为了见丈夫 庄思敏多次乘坐飞机 飞往台湾 也许是异地婚姻缺乏沟通 这段感情坚持了三年多 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 如果汪小飞真的和她在一起 网友难免担心 毕竟异地婚姻确实很难维持 庄思敏不会为了汪小飞 放弃香港的事业 以后相处 绝对会重蹈和大S异地婚姻的覆辙 虽然考虑的有点远 但站在汪小飞的角度 若想有个幸福的家庭 还是考虑下在内地找个媳妇吧